今年5月份呢 是中国工商银行 石家庄分行的建南支行 发生了多起 储户存的里头的钱 不一点飞了 咱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其中额度比较大的呢 有一个做生意多年的王女士 她是在这个建南支行里头呢 存了1080万元人民币 这额度够大的呢 那么今天她再去查账户的时候 发现呢 就剩下124块钱了 也就是1000多万 没了 那么她自己回忆呢 就是她怎么往这会儿 存了这么多钱呢 她是因为她做生意 做了好多年 她为了方便呢 就是把所有的生意 往来这个金融业务啊 就给了一个 她公司附近的 一个工商银行的网点 在这里啊 办卡啊或者什么 都在这处理 结果这个工程 我还要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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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人都在这家说 我还要不想起来 我还要是什么 我还要不想起来 感谢观看 你看不看 一开始这王女士也没太拿当回事 但架不住这位负责人软磨硬炮 人家给你公司介绍客户什么的 这王女士说那行吧 我存算试试 就这么的这个王点的负责人 带着她到了这个贱难之行 找到了银行一个这个正式职员 这都假不了的 都真的 然后她就在这存了一百万 存的时候呢 这职员告她说 你得办网上银行 咱们有不少年轻朋友知道 就办的优盾 拿着那个你在家里就能转钱什么的 你得办网上银行 这是王女士说 那就办吧 说办这有什么好处 说就方便给你汇利息 不就省着直接给你又卡什么的 在网上就给你汇了 这王女士对网上银行也不太懂 反正稀里糊涂呢 就办了这么一个网上银行 就是这优盾 办的时候都要给我开个优盾 我不用那种高科技的东西 万一把钱转错了是吧 我再三拒绝 但是说人家给我的答复是 咱们这个工行贴息的业务 必须得使用咱们这个优盾 必须得用 然后她把这优盾拿回家之后呢 再就没用过 就是一直是在那个信封里放着 没拿出来过 而她问说我这利息什么时候到啊 人家负责人说最晚明天晚上就到 结果她第二天晚上她卡上呢 确实收到了十万块钱 就存一百万 第二天就烦你十万 那我们说这个效率和这个收益 那比在银行存普通的存钱不合适多了吗 所以这王女士呢 在这种利益诱惑之下呢 再加上对这个银行工作人员的信任 接二连三呢 在八个月时间呢 往里存了一千零八十万人民币 前年后后分了十一次存的 一共存了一千多万 我可以说我做生意二十多年的 所有辛苦钱 可是呢 到了这个2015年 她一查发现就剩一百二十四块钱了 当时她就慌了 这钱二十多年的心血啊 就找银行去了 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你那个 我们这是没啥问题 你是不是你网上银行钱被转走了 你把你的邮盾拿出来 她回家取了一对呢 说坏了 你这个邮盾是假的 就是有人已经用你的那个密码什么什么的 用真的邮盾把你钱都转走了 你这邮盾是假的 当时这王女士就懵了 说怎么能是假的 我用都没用过 再说即使这是假的 那我在这邮盾有密码啊 网上银行也有密码啊 那我的密码没告诉过别人 怎么人能用另外一个邮盾给我转走了呢 这王女士当时就急了 这得赶紧报案呢 完了这个时候 就相关的经济部门就过来了 现在这个案子呢 还正在查